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十种层次 所谓的十地 地地皆是菩萨妙智慧的展现 在最后一地 法云地当中呢 我们要把所有前面的十地的功德做一个总结 所谓的法云地 这个法云呢 是一个辟语 这个法就像云一样 云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云含水 第二个 云覆盖整个天空 第三 云能降下滋润大地的雨水 云有四个辟语 第一个 这一地的菩萨呢 他的智慧就像云一样 普复虚空 第二 我们的法身 在这个时候呢 如云一样遍一切处 第三 我们的硬身 菩萨的硬化身 也无所不至 第四 我们多闻熏习的阴 就是处处都能够闻法 如虚空一样广大 以云来辟语这个层次得到的法 在这个法云地里面呢 金刚藏菩萨 他很多的内容 都是在讨论这个实地的圆满 到底有多么的殊胜 所以金刚藏菩萨告诉解脱月菩萨 说 菩萨摩合萨从初地修行 修到实地 以如是无量智慧 观察绝了以 善思维修行 善满足白法 及无量助道法 增长大福德智慧 广行大悲 知世界差别 如众生界仇灵 如如来所行处 随顺如来即进即灭行 常观察如来力 无所谓不共佛法 经过了累生累劫的修行 前面的这些努力 现在终于要到了毕业典礼了 所谓的毕业 其实是正式的成为红法的法王 所以这个阶段 名为得一切种 一切智智受职位 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 一切种指的是了解 所有众生的根性 乃至于所有的种性 一切智能够圆满一切的智慧 一切种加一切智 叫做一切种智 为佛的圆满智慧 那我们已经学习了 这个圆满的智慧 现在要拿毕业证书 这个位置叫做受职位 接受了正式成为法王的职称 所以菩萨摩赫萨 以如是智慧 入受职位以 吉德菩萨 离构三昧等等 无量百千万亿的三昧 最后一个三昧 称为受一切智胜职位 那在这个阶段呢 有一个仪式出现了 就是这个三昧 现前有一朵大莲花 突然出生 所以菩萨呢 要成佛了 要成为法王了 这个法王的典礼呢 它第一个 就会产生了一个大莲花 莲花呢 非常的广大 等同于百万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的广阔 那这莲花呢 以种种的重宝 庄严超过世间一切境界 菩萨呢 坐在这个莲花上呢 他的身形 就跟这朵莲花 一样的广阔 那四周呢 就是围绕无量的菩萨 以为眷属 所以我们在讲 我们的智慧呢 到最高等级的时候呢 就像莲花一样呢 片虚空 乃至于呢 其他的眷属是什么 就是布施止戒忍入等等 使菩萨蜜为我们的眷属 那一一呢 各得百万的 这个三昧 那菩萨坐在 这个实地的菩萨 坐在莲花上的时候呢 世界都大震动 恶道修习 国土严静 那同行的菩萨 通通都来观礼 来赞叹 诸佛来显现 所以菩萨坐在这个莲花上的时候呢 就开始了产生 度众生不可思议的功德 从两足下开始放光 两膝轮放光 乃至于全身都放光 他所放出来的光明 可以普照 六道的众生 灭除众生的痛苦 那这个光明呢 其实是对于众生的一种供养 也是一种不失 那这所有的菩萨呢 都知道 这个世界啊 这一位菩萨摩赫萨 已经要受职了 所以其他的世界的诸佛 及菩萨都来观礼 乃至于来赞叹 来参与这个圣会 好 那就像是这里做一个辟语啊 就像是转轮圣王的太子 他要登王位的时候呢 要用什么 用一个灌顶的仪式 那这个灌顶的仪式 过了之后呢 他就等于是 叫做登基为王 那同样的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也是 菩萨也是如此 谁来灌顶 就是这些 所有一切的佛 已经成佛的佛的智慧呢 灌起顶 所以叫做受职 那具足了如来的十种智慧 就是如来十利 因此呢 就正式成为佛 所以这个阶段呢 菩萨受了这个大智职 就能够呢 行百千万亿的难行苦行 称为法云地 接下来呢 所有的佛的智慧呢 就会像云一样呢 遍满虚空 所以这个菩萨呢 在这个地方啊 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是最殊胜的一个果位 所以呢 十方无量诸佛 所有无量大法明 大法照 大法御 菩萨都能够承接 都能够接上佛的工作 佛做什么 这个这时候的菩萨呢 完全都可以把他的工作 全部做接下来 因为他的智慧已经具足了 所以我们常说 人的一生很短 我们能够在某一个领域 成为专家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呢 佛陀他的这个领域啊 这个领域 就是一切智 所以学习佛法呢 其实是会把我们原来有的这个专业 在做一个更大的提升 甚至于还有跨领域 无所不能 很多人以为学佛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的行为 就是没有用了 在这个社会上无法立足 然后再好吧 那一心去念佛 那我们真正的学佛了之后 才发现呢 原来不是没有用 是要变成非常有用 超级有用 不可思议的有用 因为呢 他在时空当中呢 都没有限制 那乃至于在自己的本性 甚至于呢 我们自己的能力上呢 也要打破极限 因此佛的所有的智慧 要能够真正的承接 我们必须要跟 把自己当成跟佛一模一样 来承受这一切的法明 法照 法语 所以在这一念当中呢 全部通通都能受受 所以呢 这个第十地的菩萨 是一切众生 身文独觉 乃至于第九地的菩萨 都没有办法理解的 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层级 好像呢 是天生的 其实不是 这些所谓的身文独觉 乃至于初地到九地的菩萨 它的差别 只是在于心量 跟它的愿力 还有它的承担力 佛陀讲了 人人皆有如来的 本具的功德智慧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妄想 妄想什么 妄想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 觉得自己能力有限 觉得自己会轮回 觉得自己恶贯满盈 觉得自己很难 能力不足 觉得自己快要受不了了 所以呢 当你的心念呢 走不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量不广大 我们不愿意 而不是有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能力不足 是因为你不要 不是不能 所以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那这个第十地的菩萨呢 他对于佛陀的所有的教法 他都是如实的承受 如实的接受 而且安住在其中 非常的享受 那这个时候呢 解脱月菩萨 他就问说 这一地的菩萨 在一念间 能够去接受多少个佛的大法名 大法照 大法语呢 是不是只有在一尊佛这边学习 就学不完了 那他可不可以分身到各个佛这个地方呢 来学习呢 这个刚刚出家的时候呢 不知道呢 有这么多的佛经可以看 听说 这个佛法呢 很厉害的就是叫做长经阁 这个长经阁里面有多少的经呢 就去图书馆看看 那看了一下呢 心里面想的 哎呀 那也不过如此 跟我们以前的学校呢 的图书馆比起来 这么小 才这个不到十分之一 那这里面会有什么 结果呢 一看 哇不得了了 这里面的字啊 是无量无边 而且呢 每一部经都不是故事 不是小说 不是虚构的 都是如实的修行的历程 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呢 就会发现 哇 佛的智慧真的不得了 他才讲经讲了49年而已哦 就已经有三藏十二部经的阶级 而且大部分还藏在龙宫 还没有传播在这个世间 如同我们这个华严经 也不过就是下品当中的十万计 揭露出来 我们就已经快要承受不了了 那这个十地的法云地的菩萨呢 他的智慧啊 是不但是这一个如来的 这所有的法都能承受 都能够领受 而且呢 还可以到他方世界 也乃至于到不可算数能知的佛所 去承受这佛的所有的智慧 哇 那这个真的不得了 所以呢 所谓的灌顶呢 就是诸佛菩萨的智慧 全部灌到我们的 这个头里面 我非常怀疑佛陀一定呢 在这个现代 一定也有偷偷的潜伏到现代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电脑的领域当中呢 我们常常说要灌软体 或者是要灌程式 为什么要用灌这个字呢 这个灌呢 就是把这个软体的程式 把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呢 叫做输入 那同样的呢 我们佛陀怎么这么厉害 三千年前就知道用这个词 就是我们 我们如何跟佛的智慧接轨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呢 把自己的心打开 那佛的智慧呢 就像灌软体这样子 把我们灌进来 那你只要负责做什么 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呢 接受所有佛的法 就不要排斥 不要说 现在呢 师父说 我们来背华严经 马上呢 就说 我老了 我太忙了 我头脑不好了 自己呢 就把这个这么好的法 全部都排斥到外面去 所以呢 这些都是妄想 我们自己要成佛 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接受 我是可以接受佛的 所有智慧的灌顶 那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呢 真的跟佛一样啊 要不然就是服不起的阿斗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解脱月菩萨 他问了这个问题 他说 到底可以去哪里 己尊佛所学佛 那这个地方呢 就说 这个是叫做不可思议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而且呢 认识的不认识的 你都可以领受 那我们很多人呢 学佛法之后呢 学了一个法 那今天我们要念华严经 就有的人呢 就说 那我平常都在念金刚经 在华严经 再念下去 我哪有时间 或者是呢 我的功课都做不完了 我还是先不要加入这个 供修好了 免得到时候跟不上 那不管是什么 其实这都是我们的妄想 因为所有的经啊 你读到最后会发现 原来他都是佛陀 的一种方便法 最后呢 是要让我们成佛 那当我们 把自己当成佛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排斥 这些佛法了 那金刚藏菩萨 所说的这个辟语呢 就是 法云弟弟的菩萨 他在一佛所 学佛 修学 把所有的法 全部都吸收了 灌到他的 这个心里面的 那这一尊佛呢 的所有的功夫 请囊相授 那其他的一切的佛 他也能够 全部都能够接受 能够受 受持 所以这一地呢 叫做法云地 他的智慧 像云一样 无量无边 那接下来呢 要广度众生的时候 也是 像法云一样呢 起大悲云 乃至于呢 这个福德智慧 为密云 像云一样呢 不知不觉的 就渗透到 世界各地去 那然后呢 渗透了之后 做什么 下甘露法云 因此所有的众生 不管是小草 大草 大树 小树 全部通通都 得到了法云的滋润 所以这一地 叫做法云 这一地的菩萨的智慧呢 是非常 不可思议的 神通自在的 可以无量的变化 小世界 也就是大世界 大世界就是小世界 近世界为构世界 构世界可以转为近世界 所以呢 我们娑婆世界呢 到底是 华藏世界 还是 娑婆世界 那它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随意的切换 那这时候呢 大众就在问啊 说菩萨的神通力 就已经是如此了 那佛呢 那解脱乐菩萨 他就来问 代表大众呢 来问说 我们想要知道呢 那如果菩萨的神通智力呢 跟佛比起来 到底是差别在哪里呢 所以呢 金刚章菩萨就说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看看到底这个实地的菩萨 有多么的了不起 因此金刚章菩萨在这个地方呢 入了一个三昧 叫一切佛国土体性三昧 那入了这个三昧 做什么呢 会中的所有的菩萨呢 就突然呢 就自己跑到 这个 就突然到了这个金刚章菩萨的身内 意思就是呢 金刚章菩萨入了这个三昧之后呢 所有的菩萨呢 都好像金刚章菩萨一样 他可以看到金刚章菩萨看到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菩萨上身 现在不是金刚章菩萨上我们的身 是我们上金刚章菩萨的身 那到了这个身上呢 就看到了金刚章菩萨在这个三昧当中 所见到的境界 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庄严 不可思议 那看到呢 其中有一尊佛呢 叫做一切至通王佛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看完了这个境界之后呢 大家回到了自己的本位 解脱月菩萨就问说 这个三昧实在很稀有 这到底是什么三昧 金刚章菩萨说 这个三昧是一切佛国土体性三昧 菩萨如果修了这个三昧呢 心念所至 就能够献出横河沙世界 为成数佛刹 富过此数无量无边 所以一念一个动念呢 就可以转大法轮 一个动念就可以 献出无量的神通 那法云地菩萨的境界啊 其实我们只有这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已经不得了了 那如果广说呢 真的是讲不完 时间会不够 所以呢 解脱月菩萨说 那菩萨的神通境界如此 佛的神通呢 那就不用讲了啊 所以金刚章菩萨讲啊 就像是我们现在手上抓一块土啊 到底是大地的土多 还是我手上的土多啊 如来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啊 比较起来 就像大地土跟手上的土 一样的比拟啊 你是没有办法去撑凉的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知道 这一地的菩萨 真的是不得了了啊 把云地的菩萨修行 是以至波罗密 是最殊胜的 菩萨多做摩西守罗天王 有的人说 诶 这个不是大魔王吗 正确 大魔王呢 他同理三千大千世界 他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主 那为什么他会是魔王呢 因为他不想要让众生脱离他的魔掌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地方撑霸 那但是呢 如果你虽然是这个天王 可是你的目标不是要当天王 不是要掌控全世界 而是要成佛 那你在这一地呢 你就是坐了天王的位置 但是你是法云地的菩萨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法云地的殊胜的功德 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天王 好 实地到这个阶段呢 已经圆满了 实地的形象 次地现前 我们其实回顾了 从初地到实地 他每一地呢 都有很清楚的任务 那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一条河 这个河呢 流出来四大河 四大河呢 一路呢 就会流流流流到最后 入了大海 那这是什么辟喻呢 河流的源头 叫做菩提心 这个水库呢 叫做菩提心 如果发了菩提心 我们就会有 源源不绝的水流 会流出来 那这个水流 叫做善根大院之水 那在这个河流的 上游 中游 下游 他就会灌溉 灌溉滋润这个大地呢 那这就是菩萨的四摄法 可以充满滋润众生 来射受一切众生 到最后呢 汇聚到大海当中 乃至于入于一切至海 令其充满 所以这个是河流的辟喻 菩萨摩荷萨的智慧呢 就像是一条河流一样 因为发了菩提心 所以源源不绝 也因为这个河流 可以遍满了整个大地 所以滋润了大地 最后所有的众生呢 都入一切佛制 菩萨实地因佛置故 而有差别 所以有三个批语 来批语这个佛陀的智慧 第一个 如大地有十座山 这十座山呢 第一个叫做雪山 这等于像欢喜地的菩萨一样呢 远离所有的恐怖 欢喜地的菩萨要发大愿 来供养一切的佛 广度一切众生 第二个呢 离构地的菩萨 如香山王 可以远离一切的够染 持时善的清净菩萨界 第三地的发光地 如毗陀离山王 这个重宝呢 让我们的这个菩萨的智慧呢 闪闪发光 然后第四地 就是宴会地 如神仙山王 这时候呢 有了三十七柱道品的法门 所以可以广度众生 那到了南圣地的菩萨呢 修了五名 因此呢 成为超人 如尤茧陀螺山王 一样 所有的这个神通呢 都在里面 再来 现前地的菩萨 如马尔山王 那现前地 是波罗波罗蜜的现前 再到了远行地 如尼明陀螺山王 纯宝所成 乃至于不动地 有卓杰螺山王 上会地 有祭都山王 到最后呢 法云地 是须弥如山王 这是第一个辟语 有十种山王 好 再来呢 大海 大海的辟语 那大海呢 有十种特质 第一个 就是他可以赐地建生 如欢喜地 不受死诗 如离构地 雨水入中 皆诗本名 如发光地 普通一味 如宴会地 无量珍宝 如南圣地 无能至底 如现前地 广大无量 如远行地 大身所居 如不动地 朝不过限 如善会地 普受大雨 无有盈意 如法云地 这个是 大海的辟语 那又用 模拟宝珠来辟语 这个模拟宝珠呢 它是 非常珍贵的 第一 从大海而出 第二 经过巧匠的治理 第三 圆满无缺 第四 清静离构 第五 内外明册 第六 善巧钻穿 第七 冠仪宝履 第八 至于 流离高床之上 第九 浦放一切 种种光明 第十 能随王毅 与众宝物 如众生心 充满其愿 那么常说 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就像 模拟宝珠一样 经过这个 实地的修炼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个 模拟宝珠啊 能够让它 闪闪发光 能够 满众生愿的 下了 所有的 宝物 所以到最后呢 受佛制止 跺在佛树的时候 能为众生 广作佛事 所以这个 实地啊 这是非常的 了不起的 一个 这个 菩萨的 智慧的层次 读了 实地之后呢 你这个 不发菩提心啊 其实真的是 对不起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佛讲了 这个实地的功德 其实就是 我们的功德 但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我们自己 有这个功德 因此 我们几乎呢 都没有开发 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没有开发 自己的内心 真的就是 你不是对不起 全世界啊 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你从来不知道 原来自己这么厉害 这么多的潜能 因此我们要来 听闻佛法 解脱业菩萨问 听了这个佛法呢 听了这个法门 能够有多大的福报啊 金刚章菩萨说 如一切智所及的福德 闻此法门 福德如是 原来呢 佛陀所累积的福德 三大阿僧奇节 所广度的众生 所及的福德呢 那等同于 我们现在来听 这个实地法门 哇 这个功德这么大 佛陀在当菩萨的时候 修的这么辛苦 结果我们现在 只有听闻 他的辛苦 我们就可以得到 他的功德 实在是太简单了 太方便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他说呢 因为呢 非不闻此功德法门 而能信解受持 何况精进 如说修行 其实呢 这个是以佛陀的一个 这个圈套 因为呢 我们只是不听法 不听法就不知道自己 原来是可以当菩萨的 现在呢 只要先拐我们 听法的功德很大 听完了之后 大家呢 怎样 就是要要欲试啊 你基本上呢 不小心你在生活当中 你就会变成菩萨 因为我们的学习呢 是先从听闻开始 你有了这个观念 他自然就会融入在你的行为当中 所以呢 他说文法的功德呢 是我们的第一步 叫做文思修 只有听闻就这么了不起呢 那做就更不得了了 何况精进 如说修行 因此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实地 华严经真的是一部 非常好的一部手册 这个手册呢 拿在身上 不成佛也难 我们随时开卷有益 虽然我们从前面开始 从卷一读读读读读 读到现在 好像懂了一些 等到第二轮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又好像读了很多新的东西 前面第一次阅读 前面在读诵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这么了解 读了一百遍了之后 发现每一遍呢 都又有新的一种领悟 新的学习 所以这个真的是听闻佛法 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 这是世间最大的享受 也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参加这个共修 是怀着一种欢喜的心 而不要说 哎呀 起了一大早 实在是好累哦 头昏脑胀 那事实上呢 当我们开启了智慧了之后 真的我们的人生啊 完全都是走向光明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 十地的毕业典礼了 那我们呢 在这个十地当中呢 每一地都有 我们能够学习的功课 那我们常常领受 让我们的佛法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花眼睛 让我们的生活 就是花眼睛 让我们的人生 就是花眼睛 今天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